520就職在即在野党磨刀霍霍 抛出了国情报告急问急答 要准总统赖清德直求对决 蓝绿白僵持不下 下周一将进行朝野协商 国民党团的态度放软 总召傅昆吉表示 什么样的刑事报告都尊重 喊话赖准总统可以放心的惠娘家 邀请赖清德总统进行国情报案一案 本案禁副二读 邀请准总统赖清德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 从开议至今朝了好几个月 朝野终于有共事 所以阵营原先主张急问急答 态度也放软 赖总统来到立法院 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做国情报告 并被相关的寻打 我们再一次的表达 国民党都会尊重 都会尊重以礼相待 也希望赖总统能够安心放心的 走进立法院 毕竟这也是回娘家 只总统赖清德从选前就表态 愿意到国会报告 蓝英也不再坚持 无论急问急答 还是同问同答 形势布局 终于将筹影协商进一步 投论细节 希望在转隔魁 周永泰施政报告前 总统先进行国情报告 最快21号登场 既然邀请赖清德赴国会国情报告 能够释出善意 国民党民众党也应当思考 来撤回他们在职权行使法的修法条文 事实上 总统向明代报告早有先例 绿英叛财 李登辉模式 从中照射 蓝绿白都可接受 折中的办法 新政府释出善意直求 对决民意 对话代替对抗 化解嘲笑也大的挑战 鉴于庄卫财台报道